瑞芳山上有一個快樂山部落 2014年被檢舉竊佔國土 近日高等法院判決 移民住故建物沒收 那一塊地是被已經釋放出去 被標到 早期他們是有在講說要規劃成年數 住了50年的快樂家園 想要租地續住 各單位固體比仇 司法判決一步步逼近 族人的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請看本週里馬新聞世界專題 快樂山上的憂愁 請看本週里馬的